嘉義縣蒲子市有氮機場通報 確診H5N1禽流感 是今年秋天第一起主動通報的 氮機場禽流感案例 目前五點八萬隻氮機都已經撲殺 由於秋冬是禽流感高峰期 防檢署也呼籲業者 要做好生物安全工作 而每天大約有三千萬隻氮機生蛋 這次撲殺對雞蛋的產量影響不大 工作人員忙著撲殺機支 嘉義縣蒲子市有一個氮機場主動通報機支 出現異常死亡 經過檢驗 確定是感染H5N1雅型高 病原性禽流感 也是今年秋天第一起主動通報的 氮機場禽流感案例 加速疾病防治所 趕緊撲殺五點八萬隻氮機 銷毀十二萬顆雞蛋 並且督導業者完成清潔跟消毒作業 防疫措施 由於秋冬是勤流感的高峰期 房檢署特別呼籲業者要落實 勤廠生物安全工作 也強調國內每天大約有三千萬隻 氮機生蛋 這一次撲殺五點八萬隻 對雞蛋產量影響不大 不過臺北市氮商工會宣布 四號開始雞蛋批發價 每臺金從三十四元調漲到三十六元 產地價七號更進 主因就是颱風造成勤廠受損跟天氣冷 很帶動買氣 加上這一次調整 蛋價連兩週上漲 而傳出氮機場有禽流感案例 臨天來憂心 如果感染擴大 可能會衝擊雞蛋產量 導致氮價波動上揚 但目前還要持續觀察市場情況 記者綜合報導